面对因果业报 无常来时是如此的迅速 当从高约两米爬梯摔下来时 心想完了 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没事没事的 诸佛菩萨保佑 当下一点都不紧张 心里很平静 我打电话给老板 请他送我去医院 还交代老板不用急 手边的工作忙完再过来 到了急诊照了X光 医生说很严重呢 右脚脚踝骨头都碎了 必须要马上开刀才行 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 医生也非常关切 看有没有伤到脊椎或头颈部 或其他重要部位 索性只有右脚脚踝受伤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医生问很痛吧 要不要帮你打止痛针 我说不用不用 不痛不痛 于婷刚好在医院上班 急忙帮我打理了一些住院事宜 忙上忙下 在等待开刀的过程中 于婷也赶紧用随身携带的伐水 喷了我受伤的脚踝 请求诸佛菩萨加持 大事化小 此时慈悲的师父 请白马仁波切 麻烦凯蒂师姐 赶紧送黑宝丸来给我 并嘱咐我要持续持咒 因为时间紧迫 我必须马上送去开刀房 就在准备进开刀房的前十分钟 凯蒂师姐联络于婷 要她下去取黑宝丸 所以我也顺利在进开刀房里的前五分钟 服下了黑宝丸 当下心底深深的忏悔 忏悔自己多生累劫 所造下的诸多恶业 是如此的不可原谅 感恩南无第三十多节羌佛 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 以及师父的祈福 让我能够众业轻爆 反思自己都还没有付出什么 就一直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还有全省各地善性们的帮忙 真的很惭愧 因果不昧 这是我该受的果报 因此带着偿还因果债账的心来面对 开刀前自己一点也不感觉害怕 不紧张 且心情很平静 手术约在四个小时后结束 到恢复室观察时 半梦半醒中 我全身发抖 感觉又冷又痛 事后从余婷口中得知 护理师帮我打了三支止痛针 余婷在我额头喷了法水 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之后 我才不再一直发抖 平静地睡着了 就这样回到病房一觉到天亮 伤口也不再那么痛了 连续了几天的治疗 第四天晚上睡觉时 我深深地感受到 有股力量在按压我受伤的脚 持续了好几分钟 感恩南魔第三十多节枪佛 和诸佛菩萨加持 还在贪嗔痴释法中 打转执迷不悟的我 感恩诸佛菩萨 一直都没有放弃我 在受苦需要帮助时 慈悲加持我 回想起南魔第三十多节枪佛说法 即圣解脱大手印中 想清楚 菩萨们是怎么样修成的 他们的体分是什么结构组成的 唯有一条别无二法 一切登地菩萨皆是大悲菩提心境 未犯一百二十八条之鉴 如法修行解开轮回结而积聚之果 除此之外 任何不敬业的成分都不在菩萨身上 法界中所有具备智慧神通者 身为菩萨者 无有一圣不是大悲必重 无有一圣不是舍己利他而登圣地的 菩萨问因不问果 只要因种对了 果自然就会成熟 我应当时时谨记于心 精进修行 才不枉诸佛菩萨的加持与师父的苦心 回想整个过程 从一开始老板的协助送医 老婆的细心照料 师父慈悲的黑宝丸加持 凯蒂师姐及时的帮忙 还遇到一位好医生 妙手的技术 让手术如此的顺利 到后来 丈母娘不辞辛劳 每天为我准备的餐点 彭祥师兄的支援协助 许多善性的问候关心 病房护理师 亲切又细心的照护 小心翼翼处理伤口等等 都让我非常感动 感恩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 以及师父的祈福 与全省各地善性们的功德回向 过程中一切都是善因缘 没有一丝恶缘 人生难得 佛法难遇 如今我们德文 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说法 知法因 建立正知正见 当因果夜报找上我们时 就能以正知正见 如事面对 如法修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用善业竹笔 犹如竹一道 挡土墙 其道隔开恶业的作用 由事学佛 修佛之行 解脱成就 方可脱离轮回的福业 佛弟子明哲何时 2021年12月16日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